。 。 喂喂,大家好 剛剛聽完这个query,現在來聽一點比較輕鬆的 今天我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推特bootraper 好用的網頁設計框架 我是Even,如果你想要了解我可以上evenwood.com 今天的投影片在bit.ly costcap2012-bootrap 如果你看不清楚quote可以來這邊看 那我要先跟大家道歉 因為原本我以為可以講50分鐘 所以就把所有壓箱寶都放進去了 所以今天發現只有25分鐘 所以先介紹大觀 讓大家有點興趣就好 那高階排版技巧就暫時先不管它好了 往後有時間的話再跟大家交流 那今天的大綱是bootrap是什麼 誰能用 然後還有一些簡單技能介紹 跟它的生態圈 bootrap簡單說是用常用的各種設計元件 組合而成的網頁設計的框架 那它的元件非常的多 那為了讓大家能夠更清楚看分別這些元件 我稍微做一下整理 OK 那個它裡面的內容有Typography 有Button 有Greeze 有Utility 然後有Responsive Design 也有很多的icon可以用 那它還有縮圖 有Box什麼的 其實這樣看起來其實更亂嘛對不對 那Bootrap其實剛剛那一大堆東西 我們把它整理起來 大概只有這四大項 一個是排版系統 然後一個是Bass CSS 就是基本的CSS style 然後還有常用的部件 Tab、Button等等 那最後呢它還有強力的這個武器 是JavaScript的一些Plugin 那你可以說它是目前最被廣泛使用的網頁設計框架 那誰能用呢 我們在探討誰能用之前先看看它的門檻 它門檻只需要你會寫這一段HTML就可以了 然後你只需要再把它的文件裡面的HTML填入那個body的部分 基本上你就可以使用Bootrap了 所以你完全不用寫任何一行的CSS 那些CSS很強的大神都要哭了 OK 誰能用工程師 我常常聽到有工程師跟我講說 Even你可不可以幫我設計一個頁面啊 因為他可能覺得它的頁面很簡陋 那我常常收到這樣子的需要 我都會丟它一句 最近啦 最近才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套一下Bootrap就好啦 輕鬆打發 然後工程師一個晚上 因為他們可能對這個HTML還蠻熟悉的 那只要按照Bootrap的這個文件丟一丟 就可以把它變成還不錯的這個style 甚至呢它還把這個icon都加進去了 所以比起這個原先這個版面真的是好太多了 OK 那設計師 像我是做網頁設計 我也可以用Bootrap 怎麼說 像這個是前一陣子這個 駭客聯會的那個conf的網站 那這也是用Bootrap做的 那我是利用它的這個grid 跟它這個netbar 然後自己加一些底圖 跟這個字型 它就可以做得還蠻不錯 那甚至你可以跟第三方的這個plugin 還有什麼CS3效果等等的 它是一個還蠻不錯成熟的網站 那其實我認為Bootrap也可以用來做網頁企劃 可能有老闆他會叫你幫我clone一下Facebook 好啦 那我們也可以用那個Bootrap簡單的把這個Facebook首頁架構 然後簡單把它搭起來 那這些上面的元件都是用 盡量都是用Bootrap裡面提供的 像有那個netlist啊 tab啊 然後netbar 我們只需要設計一點點它沒有的部分就好 比如說這個timeline的部分 那這是我之前幫一個公司做Prototype 他要去管理一個userlist 那一樣我也是用這個Bootrap很簡單 就可以把它搭起來 那甚至我們可以嘗試喔 現有的網站 如果你要clone它 怎麼辦 那你可能要去看它的HTML什麼的很麻煩 我們可以輕鬆的用Bootrap也可以把它簡單的組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用了tab 用了這個縮圖 然後還有兩個netbar 因為它原本就有兩個嘛 一個上一個下這樣子 幾乎是一樣的 那除此之外呢 你還可以加入這個responsive design 就是說你把視窗縮小 你可以設定這個廣告的部分不要了 然後再縮小 那於是呢 我們就可以達成三件套的願望 俗稱responsive design 三件套就是desktop 這個平板跟phone 那最厲害最厲害的狀況就是三者都合作 來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這個國內知名的師傅分享網站 那它也是用boostrap搭建它的HTML架構 然後請了設計師做了很棒的這個設計 那他們後來也有找新的新進人員前端 那前端人員就可以很輕鬆的去閱讀boostrap的文件 那就可以很順利的跟這個後端一起運作 那就可以立刻熟悉這些HTML 那這是jimla 這是一套蠻大的open source的CMS 那它現在的下一版也導入了這個boostrap 那你可以很輕鬆的設計它的模板 包含它的一些plugin 因為大家都可以從這個boostrap裡面找到各種文件 所以呢 其實任何人應該都可以嘗試來使用boostrap 那接下來介紹一點技能 這個boostrap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元件 那用起來都很簡單 只是說你要自己去看要下哪些HTML 那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就講這幾個元件 先講greetsystem greetsystem是做網站最基本的一個需求 比如說你在做一個blog 你可能會需要主要的內文 然後旁邊有個sidebar 怎麼做 那它下面有一個call 我看那個兩邊的頭螢幕比較清楚 OK 它這邊 它這邊可以看到有container 有raw 有span 這個greetsystem基本上就是用這三個class去組合而成 那container它的用處就是把你整個網站的外面先包起來 然後它會給予你一個寬 那這個寬呢會根據 如果你有設responsive design的話 這個寬會起作用 然後raw是什麼 raw其實就是一行 像這個有五行 其實它就是五個raw 然後raw裡面有span4跟span8 只要這樣子下它就可以分成兩欄了 你完全不用自己去搞什麼flow left 什麼clear fix什麼的都不用 那它都幫你做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span 跟span中間呢 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到底是多少 這個空間是20個pixel 所以你如果不想要這個空間的話 你可以自己寫額外的states把它去掉 比如說你可以寫 一個 幫你獲李 Hail 夏天 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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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